大家好,我是爱做菜的胖阿姨 现在每天跟着阮老师和铁峰老师学做营养菜 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鲜虾豆腐羹 大家看啊,这道菜准备了鲜虾、酱汁豆腐 还有鸡蛋、水淀粉、还有小葱 这道菜既补钙又有营养 我们现在开始做 现在呢,我把火打开,做好水 趁水没开啊,我把这个虾擀一下刀 现在啊,这个水已经开了 先把这个豆腐倒里 先煮一下豆腐啊 因为这个虾啊,我刚才已经超过了去去腥味 所以这个呢,可以后放 现在呢,我们放一点盐 现在呢,已经煮得差不多了啊 我们先放一点水淀粉 再淋上一个鸡蛋 这个时候啊,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,淋上一点香油 最后,撒上一点小葱 这个你也可以,不用葱啊 什么小白菜啊,菠菜啊,油菜都可以 现在,现在我把它盛出来 好,我们这道鲜虾豆腐羹做好了 好,谢谢大家